後續會怎麼分配呢?馬上來聽一下疫情指揮中心的最新說法 也同時在會場上來回應各位 那現在就我們先請我們的指揮官 跟大家簡要的說明一下我們目前工作的一個狀況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首先跟大家報告 今天得確定病例 本土的病例 總共23例 那居隔陽性的 有9例 那居住的縣市 它是集中在雙北 新北市10例 臺北市9例 那基隆市 桃園市 新竹市 桃中市 各1例 那累積的個案數14,019人 那現在解隔的人數有達84.5% 那這個禮拜來 病例4 大缺一天有大概18例以外 其他大概都是20幾例到30幾例 大概在這個區間 那因為基本整體在三級的警戒 吸體值也三週 連續三週都低於1 所以在預估未來的案件數 除非有特別大的 一個群聚 那否則應該是 維持在這樣的一個確診的案例數 那比較好的情況下 它還是會持續的 減少這些相關的案件數 然後第二關於7月13日 恢復 移工 轉換雇主 那是不是也請我們副主委官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我們在之前因為配合 三級警戒還有這個移工的事件 那勞動部那時候有暫停了 包括家事移工還有產業移工 全部都暫停 這個可以做轉換 那7月1號的時候 他們有先 7月2號開始 7月1號有宣布 家庭移工的部分可以開始做轉換 那現在他們勞動部也同時在恢復 從7月30 13號開始 除了家事移工以外的其他的移工 都可以再做轉換雇主的部分 那但是有一些要求 就是轉換完之後 必須在3天內 這個承接的雇主 新的雇主 要去安排 移工去做PCR的檢測 那要安排一人一室 來做這個適當的一個安排做觀察 在這個14天的這個 期間期滿之前 3天內 一樣再做一次PCR的檢測 那基本上就必須要依照這樣的一個模式 跟規範來進行 那當然要跟地方的衛生主管 機關要來做合作跟配合 因為如果PCR檢測陽性 那就要去做安排 就醫跟這個相關的隔離治療 那如果這個 移工是陰性的話 要辦理健康的監測 那也必須要去了解 在生活上的一些足跡 避免作為這個生活的一些管理 那這一段時間 勞動部跟地方縣市委勞動 勞工局的部分 也就 各產業的這個居宿的空間等等 都有一連串的這個積核跟 這個檢查 大概也都做了落實了這些相關的工作 那7月13日開始 就對於各類型的移工可以恢復轉換雇主 好 謝謝 然後我們對於在大家關心在打第二劑 有關於這個莫德納 那基本上就是在這個我們在 第一類的接種對象 國際航空的機組員及孕婦 的第二劑莫德納疫苗 維持於間隔至少 至少28天後接種 其餘對象均調整第一劑第二劑的接種 間隔為10到12週 並依疫苗供貨的情形滾動調整 那我們就要說是其他的AZ的 我們有一部分已經在提供打第二劑 那基本上都是維持 兩個都維持10到12週 那對於 我們的第一類的接種對象 國際航空 基礎員及孕婦 的第二劑 只要超過28天 就可以打莫德納第二劑 但是目前還是不能 混打 這個沒有把它拿出來 這個看板可以比較清楚一點 好 因為 在我們這個登記 意願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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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目前開放的登記 對象是全國50歲韓以上的民眾 18歲以上韓第9 18歲韓以上第9類 具有意導致 嚴重疾病之高風險疾病者 罕見疾病及重大傷病者 那意願登記的時間 我們到今天 傍晚的5點 我們指的是這一批 這第9類 第10類的人 那他就是說 到7月12日17時 我們就會來進行第一輪的結算 那這些相關人如果符合資格的 那簡訊通知的時間 會從7月13號一直到7月15號 那有接到簡訊的就可以開始來進行預約 那最快目前的計畫是到7月16日開始 會進行來接種 對於這一批在做意願登記 而且有成功接到1922簡訊的 就可以來預約 那預約是準備從7月16號來接種 那目前這是一個估算 目前 我們大概在這一批這三週 大概所提供的 基本上會以A劑為主 會以A劑為主 那目前我們看到醫院登記的平臺裡面 大概上大概是完成了到今天中午1點 有2723608人 那裡面 還是以登記要打莫德納為多 佔了60.84% 那AZ跟莫德納都可以的 佔了36.47% 有將近一百萬人 那 那只選擇AZ的有7萬3152人 那 在7月11號 昨天我們宣布之後 那 重新 就是選擇為AZ的為增加了13萬 7629人 大致上是目前這樣的情況 也讓大家知道 那也有人問就是說 那為什麼後來這都 沒有AZ 因為這裡面在針對我們現在 65歲以上的人口 基本上 這樣打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們預估 應該都會針對這些 相關的 上就是現在在施打的這一批 應該會把它 使用完畢 所以未來三週裡面基本上 都會提供AZ 當然還是說跟著疫苗的到來 不同的廠牌或不同的時序 那也許會做一些調整 但目前的計畫是這樣子 目前的供貨能夠掌握的 大概是以AZ為主 那跟大家做這樣報告 好 在這個 華廚的確診的個案 大家也有上一個關心 那指標的個案是15221 那總共的接觸者的匡列 總共匡列在職場 匡列的61人 親友 匡列的15人 那裡面我們大概有2630人 這是英才的人 那採檢的情況 大概就是有2624人是陰性 那陽性的是5位 大家知道就從這個指標個案 家裡的3個親屬 那加上他的一個同事跟同事的 同住的家人 那總共這一位 這是5位已經公佈過的 那目前檢驗中的還有1位 那這個這是華廚目前的一個情況 跟大家報告 那至於在屏東 大家關心的 我們的Delta病毒相關的一個群聚 那屏東縣政府 他們也大概覺得就是說這案子已經告一段落 目前並沒有 任何增加任何新的一個病例 好 那我們先跟大家報告到 這裡 那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第一個想要問的是 現在有確定說 郭董那邊跟這個台積電可以買到BNT疫苗 那我們的這個 意願接種登記預約平台 什麼時候會把這個BNT的選項放進去 讓民眾選擇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杏傳媒想要提問 現在65歲是差不多45年次就可以打疫苗 那蔡總統依照規定的話 他是應該是有資格可以去打的 那不曉得指揮中心有沒有接到蔡總統打疫苗的 這個意願或相關的訊息 謝謝 好 第二 就是說我們今天還是整體的一個 和捐贈合約 整體到從開始到現在 大家要非常的努力 那也有一個初步的一個成績 那在這裡 我還是要代表指揮中心 對所有 簽約的相關不管是個人或團體 在這段時間這個努力 表達我們最誠摯的謝意 那這批疫苗如果能夠順利的進來 那相信對我們在施打疫苗的計畫上 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不過 整體來講 這個怎麼樣把它納到我們的施打的計畫 我們當然心中都有一個初步的計畫 但是要具體的落實 那還是要有很清楚的要進來的時間 我們找辦法把它排進來 基本上要排進來 大致上困難度 都不會讓大家就是說要 就是說拖很久了 就是因為他進來以後大家知道都會有一個 封遷檢驗的一個時間 那時候確定進來了 那有個封遷檢驗的時間 足夠大家來做 不管是醫院登記也好 或者就是 相關的那個預約也好 那不過我們會跟唐政委這邊商量 在這一波之後 我們在將來在開放登記 醫院的時候 把比較多的選項放進來 因為他基本上他還是可以做複選 那這樣我們對於整體 大家施打的意願比較能夠掌握 那安排也會更好 那至於就是說 這個 我想這個年齡大概 我想還是要總統他施打當然有他的一個 醫療團隊的一個考量 跟作為全民表率的一個考慮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頒獎還是由總統 的國安團隊來做這方面的思考 會有提問 主要還是針對那個剛才提到那個疫苗預約平臺的部分 因為我們講了未來的三週就是打AZ這個部分 那想再請教就是說這跟我們目前這三P 這三週的AZ疫苗的效期有關 另外剛才指揮官特別提到 雖然願意打AZ的人從7萬多已經增加到13萬多 可是跟整體這個登記的數量來比還是占非常的小 那如果 未來這三週 大家如果這個比例沒有提升 那這批AZ打不完的話 我們會像國外一樣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就是剩餘的AZ我們怎麼處理 如果大家都能然要繼續 決定要繼續等莫德納或是其他的疫苗的部分 沒有 那是直選的 但還有一部分是選兩個的 選AZ跟莫德納都可以 這大概現在目前有100萬人 那我剛才講的13萬人就是說 從昨天我們宣布之後 那這個增加AZ的醫院的 或者說轉換他的醫院的 有13萬 但是整體兩個都可以的 也有一百萬人 現在而且一定會超過一百萬人 那至於大家可以想就是說 那如果這些符合資格的人 已經都已經 都登記 那數量還夠 那我們的數量夠 我們就繼續往下面的年齡層 再來開 所以我們在很快的時間 就會開始來做這50歲以下年齡層的醫院登記 這個我很快就會來進行 那至於說為什麼只有AZ 那就是我們現在在 下一波會進來的疫苗 副長好 TVBS提問 想請教一下 根據統計 雙北疫苗的施打率都較低 請問一下是什麼樣子的原因 那我們有什麼策略改善嗎 因為雙北其實有指出說 會剩餘較多的疫苗 是因為有部分是中央 寄放的 指揮中心怎麼看 第二個問題想請教 台積電和鴻海目前已經買到BNT了 不過前立委黃國昌就在臉書發文指出 衛伯部曾經說過 從沒看過31和32美元 這樣的BNT價格 不過這次兩家公司是以這樣的價格買到 請問 部長怎麼看 另外想請教9月如果BNT疫苗 來了 請問部長會親自去接機嗎 謝謝 問了這個題目有點奇怪 我以前的眼睛 沒有看 沒有辦法看到現在的結果 對不對 但是未來可能有很多種不同的價格 但是在前面的時間上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瞭解 有各種價格的一個變化 那我想疫苗這個市場 他也是千變萬化 根據時間上的不同 購買量的不同 狀況不同 各有不同的價格 所以在國際上在購買疫苗或者購買藥裡面 都把藥物的價格列入一個這個保密的 事項 因為除了價格本身要做比較有 時序上量 還有很多一個背景情況不同 那還有在時間上的不同 各有他一個條件 所以很難做一個 在一個平台上 直接做一個價格的比較 那然後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雙北的疫苗施打率比較低 因為有部分是中央寄放 請問指揮中心怎麼看 那我們可以把它算得更清楚 那明天我們把整個 把它公佈的更清楚 不管是中央 裡面在主管單位 那在我知道的 現在我們是 都發配到地方裡面去的 還有跟主管機關的 那也許大家還不是很清楚 那 做太細緻的比較 也沒有意義 但差很多 那當然就有一點檢討的空間 那時間上都有點差 那明天我們可以把這個疫苗的 就是大家可能分配的多少 施導的 接種了多少剩餘量 還有多少 那把它分做就是我們第七類中央主管 單位的 我們放到各地方的 有多少的量 或者在主管單位上有量 讓我們把它做的更細緻 讓大家有所誤會 那至於在未來我們在施導 我們昨天 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打了大概18萬多了 18萬多等於將近一天 第二劑大概有19萬 當然這段時間 因為是莫德納比較多 莫德納打了大概 有18萬 那整體上面我們現在 以人口涵蓋率大概是4.87 那另外我們便於在國際比較 那我們將來 也會用劑次跟人口 來做比較 大家可以看到世界我們現在公佈 出來 有一些國家達到超過100% 基本上不是用人口的涵蓋率 他用打了多少劑 跟人口的一個比較 所以未來我們也會這兩個數目一邊的公佈 部長好 想請教一下 明天開始有部分 的場域是微解封 多數的縣市其實 他的餐廳是不能內用的 那車上 兩人以上也必須戴口罩 不能在車上吃東西 但是有旅行業者反映 國旅團 他們面臨到無處可用餐 不曉得指揮中線 有沒有辦法幫他們協助解套 第二個問題 想請教一下疫苗施打的不良通報 以及死亡的案件 謝謝 好 我想每一個單位 各個主管單位 對他一個比較主管的一個單位 他們會比較 瞭解了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會跟轉達 再跟交通部來轉達 就是說 怎麼樣跟業者來商量 那做出一個防疫的旅遊的計畫 等等的 那如果能夠考慮一個可行 那也可以送到指揮中心這邊 我們大家一起 討論在防疫的框架之下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放鬆的可能 長官好 想要請教鴻海 那個疫苗的中复 在7月9號到7月11號這3天 總共通報了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 126件 那其中非嚴重的不良事件有46件 那另外死亡24件 那另外死亡24件 其他疑似嚴重不良事件有15件 那大家關心的死亡的部分 這24件裡面 新增24件裡面有17件是跟AZ接種後有關 另外有7件是Moderna接種後有關 那有關這7月9號到7月11號新增的17例 AZ的疫苗接種後的發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這17例是7女10男 那年齡是62歲到98歲之間 那其中12人是75歲以上長者 那是疫苗接種後3天到22天之間發生 那同期間也新增了7例 4女3男是Moderna疫苗接種後發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年齡是69歲到80歲之間 其中5人是75歲以上長者 那是疫苗接種後當天到7天之間發生 那這個部分我們經過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他們根據本署提供到7月7號的 Covidating疫苗每天的接種技術 那根據這些資料 他去計算接種疫苗後的這個累計的觀察時間 那他們所 他們其實有做了非常詳盡的一個分析 那結果是就是說無論是接種AZ疫苗 或是Moderna疫苗 那各年齡層男性跟女性通報的死亡事件數 都未高於預期死亡事件數 也就是所謂的背景的預期值 以上 想要請教鴻海和台積電合購BNT疫苗已經簽約 那在出貨以前還有哪一些細節要進行處理 預計第一批的BNT疫苗是9月會抵台嗎 會有多少數量 那部長會去借機嗎 再來幫同業提問是 上週有公布各縣市疫苗剩餘量的問題 台東南投嘉義 新北都超過4成的劑量還沒有打完 如果剩餘量未見起色會考慮加快下一波施打的速度嗎 那第9和第10類首播疫苗意願登記在今天截止 目前登記的人數有沒有符合預先的規劃 謝謝 第一個 但我想大家對於簽約 購買時程都非常的 都非常的好奇 不過我覺得這整體的程序還讓他 能夠這個相關的人員能夠 再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做 那接機 我是有意願 不過要到時候看那個時間 到底是能不能適合 因為這也是一件意義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那在施打的速度 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登記醫院就讓我們能夠看得比較清楚 願意來打的人 那對我們安排的時候 就會比較精確 那換句話說 我們的量還夠 那施打的人不足 那當然是往 擴大 擴大可以施打的 接種的人 以這樣的方向 那快速的來進行